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接下来我们就要谈全球现在最关注的 就是美国的总统大选 那现在总统大选 因为美国的选制跟我们不太一样 他们蛮复杂 他们可以提前投票 所以很多人已经在提前投票了 但是问题就是现在最新的讯息传出的是 美国多地的票箱竟然遭到纵火 还有放暴力猎物 这是厄勒冈州的波特兰 28号发生了两棲火灾 烧毁了三张的选票 那华盛顿州的温哥华 也有这个纵火案是烧掉了几百张的选票 FBI已经介入了调查 这个感觉蛮大条 因为我告诉美国非常重民主 这个好像对民主的直接挑战 好那川普现在在纽约肇事 他引述了雷根的名言 我们来听听看他怎么说的 好真的是boss了把人家fire掉了 好但是这个你现在过得比四年前好吗 觉得在台湾好像也曾经听过这话原来是雷根总统过去的名言 好那他这一场纽约造势 他也请到了这个鲜少露面的夫人梅兰尼亚 好我看到梅兰尼亚之后依旧觉得他非常漂亮 但是想说他们之前不是才说好像两个人婚姻不太顺利 然后现在又出现了 好他也跟全球首富马斯克同台来助选 马斯克还带着一家人前来力挺 这看起来这个声势非常的浩大 好那相对于民主党这边 总统拜登现在没有办法选 但是他这个张还是要盖上去 但盖的不是自己 是贺锦丽吧 应该会 应该是贺锦丽吧 好不管提前投票给贺锦丽 因为我们也看不到选票 他说我们会胜选 好那现在呢 这个拜登是不是也成为一个包袱啊 因为听说 这个拜登想要在大选日到来之前 最后几天来为贺锦丽站台 也预留了时间 但是贺锦丽的团队都没有给他回复 就说我们会再联系你哦 然后呢新闻网就有在分析说 冷处理是因为这个贺锦丽的团队认为 这关键时刻 拜登已成为了政治包袱 又不愿意直接的表示 不希望拜登为他来竞选 确实哦 如果这样子可能民主党的人也会有点流失 但是我可以看到欧巴马不断的在造势 所以欧巴马是可以的 但拜登现在是不要 好那美国的大选最新的民调说是五五波 说这个美国总统大选最后七天了嘛 现在看起来两个人是不分上下伯仲之间 那政治分析家说 这样的焦左选情 其实对川普是比较有利的 原因就在于 他不仅成功的缩小了 跟贺锦丽的差距 也在关键摇摆之后 会展现一些强势的攻势 不过美国对于中国大陆 还是没有在这个让步哦 他还有做一些反制 我们看他最新对于中国大陆的 AI投资有一个新禁令哦 说这个美国资金要限制投资在中国人工智慧 AI的先进科技的领域的新规例 以及就绪了 在明年的1月2号就要开始生效 那中国这边当然有反制哦 他们是收紧了稀土开发的一个出口限制 那国外当然就是有一些供应的挑战 因为纽约时报报导说 事实证明跟生产成本较低 愿意降价承受财务损失的 中国大陆竞争的公司竞争是非常困难 那这个稀土当然是有一些金属开采 跟金链的控制 那这对于全球晶片的产业链 就会有一个深远的影响 好那当然字节跳动也就所谓的TikTok 现在他们也有一些其他的方案要来解决 他们说他们在欧洲设立了AI的研发中心 而且已经开始招募了一些AI的人才技术 要强化第二大经济体的AI研发能力 好的中国大陆呢 现在在全球当然是美国的一个大威胁 但是呢其实很多人说 跟中国大陆是又要竞争也要合作 我们看到就是芬兰啊 很多人说他是不是最近跟中国大陆的关系 是比较靠近的呢 我们现在看到就是芬兰总统史塔布 他在28号抵达了北京 我们看一下他去北京做了什么 他教了小朋友的芬兰语哦 甚至哦他到了北京之后 也开启了为期四天的一个访华行程 他也跟他的夫人一起同游北京故宫 表示即将要跟习近平还有其他国家领导人 讨论重大的国际议题 也介绍了芬兰的外交安全政策 他是为期四天的北京访华的行程 好但是除了商业代表团之外 这一次陪同这个访华的 还有芬兰的环境语气后变迁部长 以及农业跟林业部长还有外长等高官 也都先后的到访了北京跟上海 那芬兰的外长呢则是说 中国是许多全球跟地区问题的一个重要参与者 所以要讨论的哦 就是中国跟芬兰的双边关系 甚至也要讨论是 影响欧洲跟芬兰安全的一个热点问题 所以看得出来芬兰其实现在跟中国大陆的关系 有在拉近当中哦 所以你看他访华也是蛮刻意的行程嘛 所以一定要跟中国大陆有一些交涉 那芬兰的媒体则是密切的关注说 这个总统司徒部的访华行程 那北京的芬兰商会也有一些讯号 我们来看芬兰的总统上次访华是在什么时候呢 其实就是2019年 那这个次呢 史塔布也将访问北京跟上海 那他们参加了清华大学跟芬兰应用科技大学的新项目 启用仪式哦 北京的芬兰商会会长呢 他就认为说芬兰工商界认为 这一个访问是两国贸易关系的一个重要讯号 也是必须要将芬兰跟中国企业之间的一个合作 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进展 那史塔布呢 还将出席中分创新合作的一个委员会会议 31号也将前往上海的复旦大学来发表演讲 下午参加一场商业论坛来讨论芬兰跟中国企业之间的商业投资 看准的很明显就是中国大陆的市场 他们就很大 你说要跟他就是竞争没有问题 但是也要合作嘛 这个人民币该赚的还是要赚对吧 张军 问题芬兰能够消给中国大陆东西不多 那中国大陆的制造品可以消给芬兰的东西很多 那么其实这个赖了农业部长商业部长去谈是表面的一个谎子 我觉得骨子里面 因为芬兰跟俄罗斯的边境长达上千里 俄罗斯也很担心他 芬兰又加入北约 所以中间能够调停的只有中国 这个东西才是他谈到的欧洲安全的问题 这个安全问题事关他自己 因为芬兰如果要被北约利用做跳板的话 俄罗斯马上就受到很严重的威胁 他的这个圣彼得堡啊 莫斯科都会受到威胁 所以中间能够找到一个 能够调和两边关系是最好 就跟印度突然跟中国拉好了 那难道后面不是俄罗斯在那里死掉 中国是我的伙伴 你那个边境的不要闹了 这差不多的意思了 就是说每一个国家不能够直接打交道 也找个中间人 我觉得芬兰当然中国是个很大的市场 问题我看不出芬兰有多少东西可以销 所以他会在搞什么创业 创业是什么 智慧财产的这一类东西 农产品你要从芬兰运到中国大陆 运费也太贵 对不对 那个利润也很低 所以我觉得安全问题是他主要的一个问题 第二个川普这个选举 为什么带老婆去呢 以前贺锦丽已经再三讲了 你有跟色情女明星又怎么样的 勾三搭四了 带老婆去 他有些丑闻不是 丑闻很多嘛 风口费啊 这些都一大堆 带老婆去 第二个带这个马斯克 马斯克是川普最大的金主 投资几十亿美金 所以这个 至于川普讲那个口号很容易破解 有比四年更好吗 那现在拜登这四年失业率一直往下降 通膨也可以控制得比川普好 所以这个问题就看贺锦丽要不要反击了 这个其实他用的是当年这个雷根总统的很有名的 笨蛋是经济 你有比四年更好吗 对不对 这个问题啊 川普的优势是什么 在摇摆州 你民调都平衡了嘛 现在看摇摆州 从贺锦丽的领先到现在落后 因为摇摆州是最后票数的一个 关键 选举人票的一个关键 所以这一次看起来拜登的希望又比贺锦丽高一点 川普的希望 川普 拜登已经过去了 对过去半夜了 所以这位老人家还不甘心 你就不要出面了嘛 你出面对贺锦丽是一个负面的一个东西 是 拜教授 这个选举马上要到了 下礼拜 那美国的民主制度会不会经受很严峻的挑战 我们看的是结果 因为结果如果川普落选的话 他会不会买单 因为由于彼此之间的差距太接近了 那如果川普一旦落选了 他跟他的支持者如果不买单 那会不会演变成为另外一场 比去四年前更激烈的暴动 其实大家事实上是有忧虑的 百分之六十以上的美国人 他们的忧虑是很高的 因为他们认为会爆发这个激烈的冲突 甚至还有人认为内战是不能完全排除的 所以他们还是认为国民警卫队扮演的角色 还有一般的自己地方的武装自己走出来 他们会很担心这一点 那到底谁会赢谁会赎我想大家都很关注 下礼拜我们就会来分析这个话题 不过川普目前的攻势似乎是蛮伶俐的 他一直在提醒 就是说劳工阶级 因为四年前他一直在提醒劳工阶级 四年前你是过什么日子 相对现在这四年你过什么日子 因为这四年以来 这个通货膨胀情况确实很严重 收入的增加的幅度比通货膨胀的幅度还要低 所以底层的人他相对被剥削感是很高的 所以这些情况你可以看到 川普在这段时间他就开始主攻这个方向了 我觉得这个方向会产生一些效应 另外您提到的这个芬兰 芬兰他目前的情况是这样子 是因为芬兰是高所得的国家 全市的排名前20人 人均所得就五六万人均所得 比我们台湾多一倍以上 那么这么高的人均所得的一个国家 人口数算不多 土地面积大 那他由于紧邻了这个俄罗斯 所以他在国家安全方面 确实是有很大的压力 他现在又加入北约 但是他很清楚知道 谁跟俄罗斯的关系最好 谁对俄罗斯影响力最大 目前来说 中国大陆的影响力最大 所以他如果跟中国大陆 保持一个非常好的关系 那如果俄罗斯会对于他安全有威胁的话 他请中国来帮他这个说说话 我觉得会产生效果 这是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 中国在芬兰的投资是欧盟的十倍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个部分里面 中国对于芬兰的经济是不能够下去的 好 薛齿现在芬兰因为要加入北约 他已经加入北约了 所以现在在这个安全的局势上面 可能才是他去中国的一个很大关键 任教授 我觉得美国的大选到目前为止 引发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哲学问题 我们到底要什么样的政治制度 我们要不要美式的民主 我们要不要这种以投票为主的民主 其实台湾涉入了一个非常严重的现象 这种以选票为主的民主制度 所产生的结果 必然就是谎言加金钱 我们这个节目当中的话 从国际消息的前一个钟头讲的 基本上也就是一模一样的情况 我觉得美国适不适合 以他的制度来推销他自己的成就 尤其是变成这种世界霸权 世界警察 甚至于讲一般人的产生印象 是世界最进步的国家 我有的时候觉得非常难过 因为川普没有什么资格 在那边讲这种话 就还要竞选美国总统 因为我们从小到大 在我这一辈子当中是认为 美国是一个神圣的国家 它所代表的一切 我跟你讲这不是开玩笑的 电视机前面的观众心里都非常明白 我们话能努力了个半天 为什么要这么辛苦学英文 为什么要到出国读书 为什么要留学 大家心里都非常明白 那今天出现这个结果 你有没有想过一下 美国凭什么资格来教育我们 美国是做的义政词严的 在那边讲一大堆话 通通是谎言 在这种情况下 那个马斯克的话 他的行为跟我们买票有什么不一样 在台湾的话 只要超过28块钱就可以抓了 马斯克动不动就发100万 发现在几亿美金都不在乎 那这种情况下的话 完全是以金钱为主 那另外的话 这个贺锦丽的话 他自己也要检讨一下 你当那个副总统 连最起码的内容除了会笑以外 其他都不晓得讲什么东西 那这个大家听起来觉得很难过 我自己这一年来当中 遇到所有的这种 从美国回来的人 一聊到美国的政治 他们都摇头叹息 我都不好意思 跟他们聊这种问题 就是你活在这种环境下